当它是零的时候就叫齐次方程式 齐次的边界条件 所以我们有四个边界条件 我们顶多只能有一个非齐次 所以三个要齐次 三个都是零 一个不是零 那你说老师我四个都不是零怎么办 等下教你叫什么方法 叫做superposition 迭代法 意思就是 我可以把这个问题分解成为四个问题 每一个问题带一个非齐次的边界条件 跟三个齐次的边界条件 了解了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好 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的边界条件 哪一个事情我来看 我们来试一个例子 好 假设这个不是零 其他都是零 这个叫做FY 零零零零 你看我怎么写 第一个 我先写这个 Y,U,任何的X,Y是0,0,0 第二个,我写这个好了 任何的Y,X是0,0,0 麻烦你这要会写啊 可是这些都会叫你标决写 听拼一条线 第三个看这个 这个的话是U,任何的X,Y是等于B,0,0 第四个,非其字,就是non-homogeneous 那我先讲试在这里 就是U,X是A,任意的Y,等于F of Y 好的,所以我们有四个编辑条线 然后这段巧合的是 它跟我们第一个学过的一度空间的 Future Equation 有点相像就是它是有限的 X方向是有限的 Y方向也是有限的 既然有限,我们就用我们老方法 所以我们的温度是X,Y的变数 我们就另,它可以表示为两个函数相称 第一个函数纯粹是X的函数 第二个函数纯粹是Y的函数 记得这种分离变数法 只能适用于有限的边界 所以那个半无穷 跟整个都是无穷的 不能用这种 好,再到我们原来的方程式 所以是 OK,然后呢 老样,老样,同样的 它从这样的之外 所以得出第一个方程式X 好了,又来了 等式的左边,纯粹的X函数 等式的右边,纯粹的Y函数 两个要相等,回的可能 与一个常数 又来一个问题了 请问是正常数还是负常数 上一次我知道 我记得告诉你们 记得那个应该是负常数 我们老师叫负常数 这个笑话在很多年前 几年前还蛮好笑 因为大家都知道负常数是谁 现在你们都知道它是谁 好了,要用正的还是负的 各位觉得应该用正的还是负的 各位觉得应该用正的还是负的 我们看这个方向 X方向 是X的函数 对,Y方向 我们看Y的函数 Y的函数 好,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来试试看 好,们再试试看 是的 他那边 在试试看 所以这个 所以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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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y等于0的时候 我是在等于0 所以大家看看 在0的时候 c1等于c4 y等于b的时候 c1等于是0 大家解c1、c5 快 快 不要解了 唯一的解是多少 都是0 c1、c5都是0 为什么 因为1的cap 跟1的cap 两个互为什么 线性、毒、B 所以要把它做线性组合 等于0的话 弱且为弱 c1跟c2 都得是0 才能满足这个方式的事 这就是线性和主要非常重要的特性 好的 C1跟c5都是0 代表y是0 所以得出的解就是什么 trivial solution 虚解 需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显然 我们刚才取得cap 是负质的管用 所以我们要取 正 cap 很棒 那现在告诉各位 这个技巧在哪里 技巧是 你看哪一个方程式 不是相同有x跟y 两个方程式吗 你要看哪个方程式 看两边都是 其次边界条件的 那个方向的方程式 这是不是其次 这是不是其次 所以你要看什么方向 y方向 所以你要看哪个方程式 y的方程式 这个x方向不要看 因为它这边是其次 这个不是 所以考试的时候 如果假设 我把我的y 函数放到这里 或是放到这里 你要看的方程式 就不是y的方程式 要知道 要取正还是取负 要看什么方程式 要看你两边都是其次方程式的方向 好 我能够卸提醒 卸到这里 好看 负着是不行 负的事不行 所以大概是最后